敢把年入300万的人群化为无收入群体 看上去路易威登LV似乎失去了大部分市场 可是作为顶尖摄制品品牌LV的创始人伯纳德 阿诺特会做出这样看似不理智的决定吗 其他品牌都是想尽办法拉拢顾客 而LV却将年入300万的顾客拒之门外 LV的销售市场究竟在哪里 本期子牙同去创始人观察带你走进LV创始人伯纳德 阿诺特以及顶尖摄制品品牌LV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一名专门制作香包的手艺人 路易威登由于他制作出来的香包做工精美 花费时间长 所以他所制作的香载业内小有名气 在当时旅游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 上流社会的有钱人才能有资格去旅游 所以这些上流社会的富豪 对跟随着出门的香包有着极高的要求 当然他们自然也会不惜出高价 求得一个品质优良的香包 久而久之 上流社会逐渐都得知路易威登制作香包的手工好 纷纷找他定制专属香包 最后甚至导致他被侵点 为了拿破仑三世 欧仁尼皇后的御用香包设计师 从此以后 LV这个奢侈品品牌的名声逐渐传得人尽皆知 可惜好景不长 随着社会慢慢发展起来 人们的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 旅游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属 香包的需求量也就自然而然的迅猛增加 可是当时掌管LV品牌的负责人 坚持奢侈品的傲娇 即使订单多 也不会通过缩短每一个LV香包的制作时间 敷衍原材料的挑选 放松香包细节的把控 而其他的香包品牌 如雨后春笋般的涌出 人们也更注重香包的实用性和性价比 作为奢侈品的LV 也就因此逐渐退出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之内 1986年全球遭遇着经济危机的困扰 为了谋生存 即使作为奢侈品的LV 也不得不和敏轩合并 但合并后的公司 一共也才年收入16.3亿美元 奢侈品LV陷入了一个经济低迷期 而在这时 已经收购了Dior 蒂凡尼等 奢侈品品牌的商业大佬伯纳德 阿诺特决定 趁着华尔街股市大崩盘 LV市场价值下降的时机 将久复盛名的LV收入囊中 不出意料 伯纳德 阿诺特将奢侈品品牌 LV中43%的股份抢到了手中 他一举成为了LV公司内部最大的股东 掌握了公司里绝对的话语权和行事权 于是在上任的第一天 伯纳德 阿诺特就决定要开始整顿起 LV公司内部的职场职工 他认为即使现在经济萧条 但LV还是要保持奢侈品路线 况且他自己就是一个专门收购 奢侈品品牌公司的人 所以他不希望LV因为市场不景气 而放弃奢侈品的位置 事实上 伯纳德 阿诺特的判断是对的 就像这次LV宣布选择 将顾客群体 分为三六九等群体 第一类顾客群体 是属于个人年收入超过一千万元以上 或者家庭年收入到达三千万元以上的 这类顾客群体被LV化为一个名叫超净值群体 第二类顾客群体 是需要到达个人年收入范围 从三百万元到一千万元 或者家庭年收入范围 要到达一千万元到三千万元 这类顾客群体被化为高净值群体 而第三类顾客群体 则是个人年收入三百万以下 或者家庭年收入不超过一千万的 这类顾客群体统 称为无收入群体 而LV主要的服务顾客对象 是除了无收入群体外的 另外两类顾客群体 这让很多年入百万的人坐不住了 自己年入百万的工作 可是人人羡慕的香馍馍 而在LV这里 却被和年入几万的人 划在了一个顾客群体中 这种想法 着实令不少无收入群体中的顾客感到气愤 看起来 LV似乎是主动失去了部分顾客资源 实则这种营销方法十分精明 实际上 制作一个包包的金钱成本 实则是很少的 但是由于在这个包包上 附加了LV这个奢侈品的品牌效应 导致原本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包包 变得渴望而远不可及 正是因为作为奢侈品的 LV有着无人匹敌的品牌效应 让LV的包都卖出了高价 但依旧有人愿意为此买很多包包 而光是一个包包的纯利润 就已经是一般商品不能媲美的 正所谓厚利博销 这个理念正好适用于所有的奢侈品品牌 当然 光是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LV愿意放弃年入百万的顾客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LV最初的服务对象 就从来不是普普通通的白领 而他的销售对象 也从来不是一些购买奢侈品频率低的顾客 现在虽然正处于疫情之中 经济发展虽然缓慢 但也还是在发展 特别是在中国 通过2022年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榜上看 榜上又新增了1000多个新名字 说明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还是有人能在这次疫情中成功地翻身赚大钱 准确的来说 疫情只是让收入普通的人变得经济吃紧 而对于富豪们来说 资本累积始终没有停止过 所以LV从来就不缺市场 不差顾客 包括现如今LV的商品多次涨价可以看出 其实之前那些能被LV公司划分为高净值群体和超净值群体的顾客 其实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他们依旧具备购买奢侈品的能力 所以说 其实对奢侈品行业的影响 也不在于那几个无收入人群中的顾客 最后一点就是 LV巧妙地利用了消费者的炫耀心理 何为奢侈品 就是只有少部分经济收入高的人才能支付得起的商品 如果一个奢侈品已经卖到街上的人都有了 那么他这个奢侈品的特性就没有了 奢侈品的特性没有了 高收入者就无法通过这个物品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实力 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人们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小虚荣心 想借此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品位和不顺应大众的审美 显示出自己不凡的身份 并以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心理满足 不得不说 LV这一次确实布置了一局好战略 它舍弃无收入人群这些一小部分利益 但却保住了奢侈品LV 是上流社会的地位与象征 从而在超净值群体和高净值群体中 谋取更大的利益 这种出色的商业策略实在是让人佩服 而这多种因素聚集在一起 成功地创建了伯纳特 阿诺特庞大的商业帝国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支持将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